都说广东很有钱 但你们知道 广东山区旅孩子是怎么生活的吗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 已经连续33年 轮居全国GDP第一的位置 如果把它的经济总量比作为一个国家 已经超过了韩国和加拿大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它的富裕并非均衡 在少人关注越北越西 如今人就变不是坎坷和心酸 这边竟然还有那种泥巴房子 这种都是那种最原始的 我这是从深圳出发 去到越西湛江岁西的芬朗村 我那个朋友就是通过广东的山巨画 在岁西一个村级的学校正教 当然现在岁西的县城是比较繁华 但是下面乡镇还是比较不入 这不中秋节了吗 我就带着这些月饼礼物 送给小朋友和老师们 开了五个小时 终于到这个岁西县芬朗村了 芬朗小学 应该是这个村上唯一所小学 你好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辛苦了辛苦了 现在好像正好是不是半点了 对 我们去看一下半堂 到了他们的池棚 可以更棒 今天是肉丝白菜 妹妹好吃不好吃啊 这个食堂就如大家所见 并不是很大 因为是村上的小学 离家很近 所以大多数学生中午会回家吃 有些孩子不方便回去 所以食堂会安排尽量营养的火食 每天有两顿饭和一个下午糖水 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火食费相当便宜 我问了一下校长 每个月火食费要住宿 加一块不到300元 小孩觉得都可以 都挺好吃的 对 就是反过内开 那么多孩子 好吃吗你们觉得 怎么全部围着我看 不要叫不要叫 还跟着害羞 不要叫不要叫 吃完饭刘老师带我参观下午餐 学校面积其实算蛮大的 有两栋两层的教学楼 操场和教师宿舍 大概有150名学生 8位正式老师 2位支教老师 和3位退休老师 校长说 他们学校在附近村来说 环境方面已经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条件依旧很有限 跟县城的完全没有办法比 外聘的老师工资也不高 每个月2300元 每月30元住宿位的宿舍 给中午不回家的孩子 一个午睡的地方 虽然环境不是很优越 但是也配备了两个空调和风扇 中午休会有老师陪同孩子一起 有个老师说 学生们听说有个哥哥 给他们带的礼物都很兴奋 很期待我下午发礼物 这次我带了三箱月饼和三箱抱枕 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从嫦娥那儿白嫖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天我度过那腾讯大厦 我发现了腾讯的终结信任吉祥物嫦娥 今年的腾讯有点不太一样 这边有个小洞 只要你头位出一块月饼 腾讯就会缓缓开出一朵小核花 目的是希望大家用一块月饼做好事 头位给腾讯的月饼 就会由腾讯志愿者学会的工作人员收集起来 送到各地的山区小学 我觉得这件事是挺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问他们工作人员提一点小小的请求 能不能给我些月饼 我把这月饼带去山区送给孩子吗 可以啊 钱有多少 现在把这些月饼礼物发给小朋友 分享一下快乐 做夜来 做夜来 就是做夜来的 不用说 小朋友你们能猜一下礼盒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跟中秋有关了 月饼 月饼 月饼是吧 什么线啊 那给你自己看了 我给你自己看了 月饼 其实还有狗根有一个神害人物 一个女性 大家能猜一下是谁吗 打中了会有一个长的礼物 嫦娥 嫦娥是吗 对 恭喜 月饼 恭喜你答对了 能看一看这是个什么吗 企鹅 这个企鹅是不是很长 是 其实这个企鹅也叫长鹅 是想拿药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别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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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学习反好学习 坐下错了 坐下 坐下 谁能猜出 这个城市是什么省份的 不知道啊 你说你来 什么 广西 广西啊 错了吧 那你们知道 深圳是哪个省份的吗 深圳 深圳 所以先说礼物就给谁了 深圳是哪个省份的 你拿一拿 我哥叫深圳读书 那深圳是哪个省份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我爸爱的深圳读书 那你们知道 广州是哪个省份的吗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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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朋友说得最快 礼物就送给你好不好 好呀 嗨 嗨 嗨 送给你这是长长的企鹅 这叫企鹅 对 这叫企鹅 这个 这个 你都留着没有吃 对啊 我现在不能吃了 哦 现在吃了我就没法分我妹了 然后那个月饼为什么不吃啊 回 回家再吃 回家再吃啊 为啥呀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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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过得开心吗 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非常开心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你这表情好傲娇 给我起额 没起额 老妈又起额 真没有起额了 有我就给了 还这么长 真没有了 真没有了 真没有 真没有 真没了 真没了 把你拿出来买了 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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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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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搞笑了 这么年轻轻带眼镜了 今晚狼不进名目特斯 是买什么 是买什么 名目特斯 老哥好牛 老师姐老师就不能太神的 我会叫成 但是我只会跳一两个 叶 叶 叶 你叫小屁孩是吗 对 我没有一米的 一米七一 和小朋友们接触了半天 真的很感慨 小同学们真的好有活力 天真烂漫又搞笑 只待了一会就觉得好治愈 随着生活越来越好 山区的教育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跟校长聊了想 山区的学校不仅学费全免 而且印尽设施也更好了 对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可能感叹自己用的不够多 但是走到今天 已经有能力去帮助很多人了 听说学校设施需要帮忙 所以我决定捐一款三千五百元 虽然不多 但也算是量力而为了 而且我觉得相比于物质 他们更需要的其实是关心的陪伴 孩子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一块月饼 一个嫦娥就能开心一整天 不需要多大的代价 一块月饼都可以做好事 他们的纯粹和纯真令我反思 孩子们的心灵真的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被好好守护 在这里 希望五国的乡村教育能越来越好